她瞪大眼睛 看着她修长挺拔的背影 整个人待在那里 连哭都忘了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玉锦绣已经走了出去 赵半嫣气的 一把将床前小姐上的东西 全部扫在地上 阴沉着脸道 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了你妙威了 小姐 你身子弱 可不能动气啊 你妙威这个贱人 心机又深又毒 居然敢给我玩阴的 她知道我喝了她的血 就给我下毒 还有那种恶心的东西 给我做解药 我要弄死她 她越说越气 最后用手狠狠地拍了几下床 玉锦绣在屋外 听到里面的动静 岂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她听到她发怒拍床的声音 摆明了是中气十足 她或许并没有 她想象中的那么柔弱 如果不是今天宁妙威提醒她 赵半嫣是在装晕 她怕是还不会发现 她的心机竟然是如此的深沉 难道这些年 她一直都在骗她 她不太明白 当年那个温柔乖巧的少女 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样子 她没有在屋外酒站 在赵半嫣拍完床之后 她就回到了书房 今天发生的事情有些多 她心里思绪有些乱 眼角瞟到了案前的画册 她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她对赵半嫣和宁妙威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只是不知情为何物的她 这话也弄不明白自己心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 纪雪峰瞧门进来 王爷 之前让我们盯着四皇子那边 好像找到宁温书 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玉锦修的凤毛威廉 如果不将宁温书找到 绑架宁温书给赵半嫣做药人 这顶帽子 他怕就是别想摘下来了 他冷声道 有去宁温书被绑的地方 仔细查过吗 纪雪峰回道 都查过了 但是没有任何线索 抓宁温书的马车 在将他抓住之后 直接走到关道 关道上都是青石板路 我们得到宁温书失踪的消息 是一天以后 一天的时间 关道上有太多的马车经过 根本就无疾可寻 玉锦修的面色冷了几分 纪雪峰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道 我想办法收买了四皇子的一个属下 让他去打听消息 他打听了一圈 也没有任何关于宁温书被抓之事 宁温书失踪那天 四皇子那一期的人 并没有出过任务 玉锦修朝他看了过来 他忙接着道 根据现在查到的这些线索 宁温书可能不是四皇子的人接走的 玉锦修的眉头微凝 不是老四爷会是谁 除了他 还有谁知道要人之事 这件事情 鸡雪峰也查过 按理说将宁温书制成要人 给赵班燕治病之事 属于陈王府的机密 陈王府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不多 宁温书也许在外面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知道要人的事情却不多 更不要说将宁温书制成要人了 玉锦修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他沉吟片刻厚道 要将宁温书制成要人 有几位昂贵的材料必不可少 在京城只有平安堂里才可能买到 你派人盯紧平安堂那边 若有人去买那几位药材 立即派人跟着